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脱延迟甚至阻止了最有才华的人在生活上取得成功 大多数人都有这种穷习惯 而大多数人生活上财务困难并非偶然 成功有许多影响要件 推脱延迟就是个很大的影响要件 推脱延迟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对自己赖以为生的事情缺乏热情 我们就是喜欢做喜欢的事 却推迟不喜欢做的事 做我们不想做而必须做的一些事 会有恐惧和害怕的感觉 所以我们会推脱延迟 直到不去做我们恐惧和害怕的事情产生后果的痛苦 超过了去做的恐惧和害怕 推脱延迟是大多数人生活上财务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它伤害了我们在雇主工作同事心目中的可信度 也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品质 进而影响我们或雇主从顾客客户和商业关系中 获得的业务往来机会 推脱延迟将我们贴上不可信任或工作成果差的标签 更糟的是 推脱延迟会导致诉讼 造成压力和可能高达数万美元的财务成本 成功人士针对梦想和目标采取行动 当我们对自己的梦想和目标采取行动时 它会驱使我们在人生中往前迈步 行动会产生涟漪 激起回馈 而且对于了解自己是走在正确轨道还是错误轨道上至关重要 这种回馈能使我们进行调整 改弦一辙 行动孕育快乐的感觉 它减轻了压力 而这种压力是不做我们在生活中应做知识的副产品 不成功的人会推脱延迟 结果产生需要立即关注的问题 他们的生活需要不断灭火 推脱延迟提高了忘记重要事情 或在紧急情况中处理重要事物的风险 有可能发生失误 差错和法律责任的风险 进而遵致诉讼 推脱延迟妨碍我们前进 这是大多数人卡在生活中进退不得的原因 不管销售什么服务或产品 推脱延迟会导致品质不良 不成功者的生活杂乱 混沌且错综复杂 他们无法实现很多事 因为要不断灭火 他们只能被动因应外部力量 因为这需要他们立即注意 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 或安排每日行程 常感到无能卫力和漫无方向 推脱延迟是恐惧和害怕造成的 我们因为害怕痛苦而不敢采取行动 痛苦是指完成任务 或目标所想象的身心上的努力 这也是采取行动的后果 因为所有行动都会激起回馈的涟漪 有时回馈很好 有时很糟 我们担心负面的回馈 但这对生活的成功至关重要 它让我们知道自己 是否走在正确或错误的道路上 对那些习惯性推 延迟的人来说 采取行动的痛苦 超过不采取行动的痛苦 习惯推脱延迟的人会分心 去做要求不是那么严苛或痛苦的事 但我们的潜意识 以前的大脑 从来不允许我们忘记有未完成的任务 它不断唠叨着 提醒住未完成的任务 它透过压力做到这一点 这是我们生理机能中内建的 无意识先进预警系统 潜意识直觉上知道 完成那项人物对于 帮助改善生活很重要 执行任务 推脱延迟 只会产生负面影响 伤害我们的生活 大脑透过压力敦促我们采取行动 在我们采取行动之前 这种压力挥之不去 压力会产生一种不快乐的状态 因此 推脱延迟引发了不快乐 这里有五种工具 可以帮助任何人 使推脱延迟的声音永远沉寂下来 工具一 代办事项清单 成功人士通常依赖代办事项清单 来协助他们完成工作 每日代办事项有两类 一 代完成目标事项 这些是和每月 每年 长期目标相关的日常任务 其性质上几乎总是固定的 表示清单上 每天都会显示相同的代办事项 例如拨打时通业务 开发电话 二 代完成非目标事项 这些是和任何目标无关的代办事项 可能是行政管理任务 例如回复电子邮件 客户端任务 也就是和客户会面或日常责任 例如去银行办事 它们可能是固定的日常任务 或者可能每天都不同 工具二 每天五件事 成功人士每天将当天要完成的五件事 收进每日代办事项 每天五件事可以是与工作无关的五件事 也可以是每天做的五件事 促使你达成某个目标或实现某个梦想及目的 工具三 设定和沟通人为截止日期 当我们设好截止日期 并传打给受到完成任务直接影响的第三方 我们就会提高完成该项任务的紧迫性 这会使得该项任务从单纯的代办事项 升级未兑另一个人的承诺 它迫使我们兑现承诺 在最后期限前完成任务 工具四 当则伙伴 当则伙伴是我们经常见面的人 例如每周一次 他们会压住我们去完成任务 他们可以是一人或多人 知道有其他人逼住我们负起责任去执行某些任务 也会使那些任务从单纯的代办事项升级 当我们知道有人正紧盯住 表现都会更好 工具五 肯定立即动手 没有人喜欢被唠叨 不管我们是否注意到 唠叨会改变我们的行为 当一再被唠叨时 我们会倾向于完成不想做的某件事 肯定立即动手 是一种真正有效的自我唠叨技术 透过一遍又一遍 重复说立即动手 我们实际上是在唠叨自己 我在研究期间发现这个工具时 开始用它来唠叨 自己做经常推托延迟 事情 例如准时付款 现在我要做的 只是肯定去做 以便唠叨改变自己的行为 强迫完成某项任务 你是这场内心征战的总司令 指挥你的部队 采取行动 你只能透过对你的目标和梦想 采取行动来罗的这场战争 克服你对采取行动的害怕和恐惧 不要推托延迟或延误任何一天应该执行的各种活动 每当推迟某件事的想法进入脑海 马上透过说立即动手或使用上面提供的其他任何策略 把那个想法甩到一边去 找到适合你的方法并且使用它 甚至不要让推托延迟的想法有第二次生命 一日你完全参与一项活动 很快就发现自己融入活动中 而日推迟人物的所有想法都会消失 你在完成任务时会感到兴奋 同时觉得控制了自己的生活 成功人士不会推托延迟 他们会使用各种工具和策略来消除这股声音 他们有立即动手的心态 因此他们会回应客户、病患、商业伙伴、家人和朋友的要求 当你学会把推托延迟视为一众穷习惯 而不是一种选择 你就走在成功的路上 第八个负习惯 每天运用负思维 你去过赛马场吗 如果你去过 就会知道比赛开始之前 马匹是在混乱之中被引导到驼门的起跑炸门 大门关闭住 直到鸣枪 炸门才打开 马儿有如从枪中射出的子弹 直奔向终点线 但是在炸门打开之前 什么事都莫发生 直到炸门打开 比赛才开始进行 对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的引导扎门一声都莫打开过 思维挡住了他们 不能起跑去努力 实现目标和获胜 你用负向思维 或正向思维看世界 任何经常重负的心理想法 都会成为习惯性的想法 习惯性的想法 指引你表现出某些可能是好是坏的行为 只要你的思维陷入负面 悲观 不接纳新观念 而且被限制性的信念压抑住 你将永远不会起跑奔向终点线 这场比赛代表追求和实现你梦想背后的目标 终点线则表示实现这些梦想 99%的人不冲出炸门 因为他们的思维阻碍了他们 根据最新科学研究显示 透过创造性思维 更为人知的名称是动线 insight 有解决复杂问题能力 负面思维会抑制你清晰思考的能力 不快乐的人往往会抱持不快乐 悲观的想法 而相反的 快乐的人往往会有快乐 乐观的思维 认知心理学家称这个 透过负面或正面镜头看世界的倾向为情绪一致性 mood congruency 当看世界的镜头是负面的 你的焦点就会缩小 除了自己的问题 什么都看不现 你将无视于各种解决方案和机会 负面的心理观点会使人坐紧观天 限制创造力 如果你是在生活中为财务苦苦挣扎的人之一 那么负面的心理观点就像汽油 助长了负面的火焰 使得失业 贫困或接近贫困的生活永久化 相反的根据同样的科学证据 正面的心理观点会增进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扩展了你的思维和意识 它开启你的心思 看到各种解决方案和机会 如果你是穷人 正面的心理观点是你摆脱失业 贫困或接近贫困生活的唯一途径 成功人是正面热情充满活力 大多是快乐和生活平衡的人 他们感到强而有力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自信且充满活力 这不是偶然的 他们是负思维的信徒 自我对话时 他们使用的言语振奋人心 而不是一味的批评 他们使用正面的肯定 强化自己的态度和创造正面的心态 问题发生时不会贬低自己 他们会采用负思维 认为问题和障碍 正是掌握机会与学习的经验 成功人是控制他们的想法 好想法会立即取代坏想法 他们很清楚让一个坏想法 有第二次生命 会使他们生根茁壮 最后会以负面方式 改变他们的行为 所以他们以正面的好想法 喂养心灵 让他们生根 最后开花 终有一天结果 成功人士也使用视觉化技术改变 或强化他们的心态 和你可能一味的恰好相反 成功人士也有阴暗可怕的想法 进入脑海 我们不断受到各中媒体轰炸 有那么多负面消息 他们怎么可能没有坏想法 窜入心底 媒体每天未给 我们负面想法 负面资讯引发恐惧 焦虑和不安 我们很容易成为这种负面想法的牺牲品 成功人士懂得这点 所以尽量减少阅听充满负面消息的电视 广播或网站 相反的 他们会听具有建设性或令人振奋的节目 阅读正向的报章 杂志文章 远离负面讯息 他们会控制每天看到和听到的内容 最后成功人士对生活给予的一切表示感恩 他们每天都会表达谢意 通常是在睡前或早上醒来时 有些人甚至保有一份清单 每天都要读上面列出必须感谢的一切 为实摩感恩那么重要 感恩是通向乐观和正面心理观点的门户 它强迫你感受生生活中的美好事物 像是我的汽车今天顺利发动 我能养活家人 我有房子可住 我健康 我还活着 我有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等 当你将思想转移到生活中的美好事物 就会促使大脑开始从负面转向正面 如果每天表示感恩 那么最后你的正面心理观点会压到负面心理观点 感恩 使你从负面镜片改用正面镜片去看世界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你会开始看到各种解决方案 而不是问题 各种想法会涌入你的脑海 帮助你摆脱失业 贫困或接近贫困 每天表示感恩并不是虚假伪造的新时代胡言乱语 这是将充满限制的生活 转变为充满无限机会生活方式的管道 不成功的人有一种负面的心理观点 他们批评自己和接触到的每个人 他们往往是自己和其他人最糟糕的批评者 他们抱持负面、破坏性的思维 允许坏想法进入心理病生根 最后产生坏行为 他们缺乏动力、热情 而且常常陷入连续好几天或好几周的精神抑郁状态 他们从电视或网络看了太多负面内容 他们会买标题意图激起负面情绪的报纸 而且经常浏览负面网站 他们感到绝望和无能为力 如何判断持有负面的心理观点 症状如下 一、受害的心态 不成功的人认为他们的财务状况 是由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决定的 例如华尔街 意图让他们穷困的富人、政府政策、经济、坏学校 在不好的社区长大成人、运气欠佳等 二、封闭的心态 不成功的人心灵封闭 不愿接受新观念、新思维或意见 白手起家大富翁的特点之一 就是能够对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思考方式 保持开放态度 三、意识形态的制约 不成功的人坚持的意识形态 使他们无法成长而摆脱贫困 他们认为富人是坏人 金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生而贫困的人无法摆脱贫困 要接受大学、教育才能脱贫等 如果我们能够摒弃意识形态的制约 就能扩大思维而成长发展 四、知识的制约 不成功的人认为他们不聪明 而这正是他们贫穷的原因之一 每个人都有成为天才的潜力 我们天生都有天才的基因 我们相信自己缺乏智慧 无法摆脱生活上的财务状况 结果关闭了那个基因的开关 五、立即满足 不成功的人寻求短期解决长期问题的方法 他们玩乐透、运动赌博或上赌场 希望靠罗钱作为退休生活之用 脱离贫困和创造财富需要时间 但迎接大船入港的唯一方式 就是建造一座够大的码头让它下毛 正面肯定是帮助我们改变心态 最成功的技术之一 它重新设定我们的旧脑 也称为前一时 我们的旧脑存在比我们的新脑 就是我们的新皮质 也称为有意识的大脑 多达数百万年 它比心脑要强大多了 其功能之一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指导我们的行为 当我们使用正面肯定来重新设定旧脑 它会在幕后运作改变我们的行为 它以直觉和动见的形式向我们发送讯息 直觉和动线使我们调整并改变跑道 正面肯定的例子如 我每天完成代办事项清单 我实现了目标 我很幸运 我很成功 我一年赚三十万美元 我在长滩岛有度假屋 我是公司资深高阶主管 我从收入或储蓄支付孩子的大学学费 我热爱自己的工作 我喜欢和别人共事 我很有自信 我有很大的人际关系网 我是认证合格会计师 我过注节制有度的生活 正面肯定代表的景象 是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希望做到的事情 希望拥有的资产 或者希望终有一天获得的收入 它们必须具体 且是现在事才有效 列出正面肯定的清单病随身携带 早上下午和睡前各温习一次 让这些正面肯定每天渗透到你的脑海 它们代表你最正面 最好的想法 而且最后会生根 各种事件和状况将开始现身在你的正面思维中 各种 机会似乎会凭空而来 成功人士避免负面思考 它们每天都运用赋思维 有负面想法是很正常的 而当有什么事情困扰着你 你知道不要将它放在心上 说比做容易 但是在心里一而在 再而三重温负面想法 会让人不快且是得其反 第九个负习惯 把收入的10%先存起来 靠其余的90%过生活 成功人士先付钱给自己 成功人士在支付任何账单之前 会先将至少10%的收入存起来 拿去投资或投入退休工具 它们明智地投资金钱 定期检视自己的投资 并设定切合实际的 投资报酬率目标 它们有很高的信用评分 知道自己的财富净值 并且监督自身的个人 资产负债表 它们只借重最合格的 财务专业人士 来让它们的报酬率达到最大值 并使税付减到最小 它们利用合格会计师 合格财务规划师 或律师等专家的服务 它们聘用这些专业人士 帮助他们管理金钱和税金 成功人士定有退休计划 它们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 参与退休计划 许多退休计划 允许个人每年以延后缴税的方式 储蓄收入的一大部分 如果公司没有提供退休计划 它们会将钱投入个人退休账户 自定退休计划 它们每次拿到薪资 就会把一部分钱投入这些账户 它们定有退休目标 定期监督退休计划 并且矫正方向 以达到退休目标 不成功的人最后才付钱给自己 它们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 花掉每一分钱以支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它们存款不足日付债过多 它们办理房屋净值贷款 花掉借来的钱 它们刷爆信用卡 几乎无法支付每个月的最低缴款额 它们的信用评分很差 不成功的人不会提拨资金到退休计划 有些人堵过头 把买了透彩视为退休计划 它们承受不必要或未经深思熟虑的风险 它们没有拨出至少10%的收入 因此当它们到达退休年龄 没有足够的退休储蓄 让它们在有财务保障的情况下安享晚年 它们合理化无法存下收入10%的借口 不愿改变生活方式 以便储蓄够多的钱 一般情况下 不成功的人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工作到退休年龄之后 或者依赖家人或政府资助 成功人士先付钱给自己 将收入的至少10%存起来 或投入退休计划 致富之道是花的钱少于收入 把差额存起来 等存够了钱 拿去为未来投资 先付钱给自己 其余才拿去花用 是重要的负习惯 另一方面 一个常见的穷习惯是花钱过生活 剩下的才存起来 问题是 它们很少留下什么钱 第十个负习惯 每天控制自己的言辞和情绪 不是每一个想法都需要说出口 而且不是每一众情绪都需要表达出来 成功人士 其言辞和情绪的主人 它们的解心理 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 可能会伤害和某些人的关系 而那些人本来能帮助它们迈步向前 实现梦想和目标 它们不会成为愤怒 嫉妒 兴奋 悲伤或其他小情绪的牺牲品 它们抛弃所有坏情绪 甚至不允许它们再来一次 它们了解负面情绪会使它们做出坏决定 造成不良后果 它们用正面情绪取代坏情绪 当有困难情况出现 它们会使用这样的方法 思考 评估和反应 思考让它们有时间了解情况 评估情况会争取到更多时间 以确定正确行动方案 反应是它们做的最后一件事 而且很可能是适当反应 因为它们花了时间去选择如何反应 每天使用的言词会产生感知言词 就像磁铁 把各式各样的人吸引到我们身边 富人早在富有之前就知道这一点 懂得运用的言词愈多 传达所知事情的能力就愈好 如果想要创造你很聪明的感觉 就必须增加言词方面的知识 并使用在谈话中 学习新言词有助于个人成长 它们增强你的信心 它们会改造你 成功人士在和他人沟通时 非常注意言词的使用 它们选择不冒犯别人的言词 并且强化他人对自己的感知 也强化他人对自身的感知 成功人士太忙了 不能陷入负面的情绪状态 它们投入富有生产力的活动 让心思不致纠结在麻烦事物上 它们不断参与各项专案 或自我改善活动 以促进对自己的正面感受 成功人士觉得自己 可以完全控制情绪 不成功的人 不注意它们每天使用的言词 它们无意间使用冒犯他人的言词 破坏了人际关系 它们的言词会在别人眼中 制造对自己不利的感知 不成功的人成了小情绪的牺牲品 它们任由情绪主导行为 便得荣扬沮丧 感觉好像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 它们还没思考就做出反应动作 养成预备 射击 瞄准的坏习惯 因此 世界各地的监狱中 有许多不成功的人 成功人士控制 它们的言词和情绪 明天 我们将继续分享 第十一至第二十个复习惯 欢迎继续收听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与帮助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集内容 请分享它帮助更多的人自我成长 并欢迎您的留言 感谢你的支持 并帮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cocashanson.ne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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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